白化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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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白化佛法 就是让大家能够明白 深奥的佛理 其实每一个人 一生出来就纠结了一个字 这个一个句子 是什么句子呢 就叫命运 很多人喜欢算命 很多人说 我这个命是命中注定 命运的安排 我的命不好了 实际上我们知道 这个命是怎么造成的 运是怎么造成的 实际上都是由你的心造成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一个人的心是非常重要 心能造善造恶 心能造万物 所以一个人想改变命运 实际上就是改变你的心 这就是为什么佛法界经常说 修心就是修心 所以心想事成了 都是一个心 我们经常让自己这个心 想的众生 想的一切这个世界上 一切那个贫苦的人 烦恼的人 让他们能够变得越来越慈悲 所以他们的就是好事经常会来 所以这个世界当中 为什么有的人心会造恶 那么因为他的心被阴暗面遮住了 所以心就造成了我们的运气的 一会好一会不好 其实还是我们的心在作怪 如果我们的心经常想好事 我们的运气就会好 如果你的心整天想坏事 你的运气一定会坏 所以很多倒霉的人 想一想 不是你上辈子 就是你这辈子的 你的思维出了问题的 有些人一辈子想钱 想有好的 有利益 想要名 想要利益 实际上这些想 其实按照我们说 按照那个逻辑来推理的话 当你想出一件你需要做的事情之后 如果这件事情是对大家都有利的 可能这件事情在你心中产生的积极因素 和正能量就比较充足 如果这件事情想出来是为自己的 负能量就比较多 所以你就等于这个思维已经为自己的心和自己的人心的后路设置了种种的障碍 所以我们的心在患得患失当中起伏 所以失败的恶念 就远远的 就是永远的跟着我们 因为你一会儿想到的都是自己 所以你就会离开这个众生 想一想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哪一件事情是自己能够做成的 想一想我们哪件事情不是靠着大家一起努力的 所以很多人成功少 失败多 就是因为他整天的用自己的思维在思考着自己自私自利的事业和运程 所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所以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改 别人帮不上你的忙的 就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的父母亲只能教会你吃饭 而不能替你来吃饭 我们的父母亲会教会你走路 但是他不能替你来走路 所以很多人 因为自己的心 所以造就了自己的命 佛法界经常讲 命由己造 相由心生 你去看再难看的人 好好的修心 他的相也会变得好看 命运再不好的人 如果自己不停的再做善事 为人类造福 这个人最后也会变得好命 举一个简单例子 有一个人 他过去的命很苦 有一天人家掉到水里了 他奉勇下去救度 他这个光辉业绩 被人家报纸广泛的宣传 有很多单位马上把他造进去上班了 本来连工作都没有 饭都吃不饱 就是因为他 自己的 这个善事 造成了他的命 这个命 就是由自己重新开始造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祸 这个瓶瓶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的心 在造业 所以他祸 就离他越来越近 所以福 经常做善事 他的福就离开他 比较近 所以过去讲叫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想一想 你不去做坏事 坏事怎么会来找你 你不去勾引人家 人家怎么会来勾引你 你今天 刚刚经经 规规矩矩矩 是个好孩子 别人坏孩子 怎么会来找你麻烦 你女孩子穿的规规矩矩 怎么会有人 跑过来整天来调戏你 所以要做一个好人 从自己的心开始 但是 在这个社会当中 很多人连善恶都搞不清楚 很多人 都觉得这个世界 没个标准 那什么是恶 什么是坏呢 有的时候 连法律都很难 管住人的善恶标准 法律只是 让我们知道 我们生存的规则而已 想一想 一个人 不去伤害别人 难道这就是一个好人吗 一个人 我不伤害别人 但是你非常的自私 你这个人就是贪心 你不知道什么是恶 但是你可以知道 你去做了对别人不利的事情 搬弄是非啊 欺骗啊 不明事理了 去帮助了一切 不应该帮助的人呢 你已经进入了 恶道了 所以 是善 是恶 要记住 能够帮助别人 是善 能够承认之美 是善 尝思自己的过错 是善 不去议论别人的是非 是善 实际上 并不是你犯法了 才是恶 你在人间 不肯帮助别人 不肯以 很高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生活 你实际上 已经进入了 不善的标准 所以 我们现在的人 可怜啊 每天想着五欲 才色明时睡 天天要钱 天天好色 天天要鸣 天天要吃 天天拼着命的睡觉 实际上 这些都是欲望 想一想 这些欲望让你 干了什么 这些欲望 你为了财 你拼命的伤害 自己的身体 等到你有钱了 你浑身都是病 好色之人 就会倒霉 而且 好色之人 精气神 全部被受损害 所以他 身体 一定不好 他的胜战会不好 他的命 不会很长 为民的人 只要拥有民气 他就会 失去民气的一天 天天不停地吃 把身体吃得一塌糊涂 天天睡觉的人 睡得越来越愚痴 所以我们的命 为什么会很差 想一想 你五欲当中 你占了几个欲 所以你会不幸福 不快乐 所以你就会觉得 我没福气 因为你有欲望 我没财了 我没健康了 没寿命了 没有智慧了 因为了 你每天做恶事了 所以 日积月累的成果 所以 命运差的人 夫妻差 身体差 钱财没有 烦恼多 不自在 怨谁啊 怨天还是怨人呢 自作自受 因为不肯帮助别人的人 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帮助 因为只想着自己的人 永远不会被人家 能够来照顾你 来帮助你 所以我们 做人做事 要好好的 积德行善 我们要受 此生后代的 这个尊敬 不管怎么样 念头 就是因 出来的果报 那就是果 所以因 加上 在人间的助缘 就等于果 坏因 一定有坏的助缘 比方说 你今天要做件坏事的 有人说 对呀 就去打他 就去弄他 好了 恶缘一到 你做了这个因了 接下来 你就等到果吧 所以按照 因果法则 这个 舍钱财 得钱财 舍 智慧 得智慧 舍智慧是什么 不是不要智慧 是大智 落鱼 什么都明白 无所谓 舍快乐 你自己 为了别人 你可以舍去 自己的快乐 对不对呀 但是你最后 得到快乐 很多妈妈 为了照顾孩子 从来不看电影 从来不自己享受 孩子长大了 晚年了 孩子都来孝顺妈妈 你心里舍得越干净 你就越有福气 你从来不给别人找麻烦 别人一定不会给你设障碍 你在外面 事事顺利 处处有朋友帮助 这就是你的福气 所以命运是新造的 改变命运 也必须由新 开始改 所以太常要你们 改变 自己的命运 不要以为改变不了 只要你们心 去用心的去做 你们早点晚点 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的白话佛法就到这里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众朋友们